BubbEye第二期来了 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BubbEye的话 这是我的个人视频杂志 比起单一主题 BubbEye会围绕穿搭以及生活方式 并从不同的角度切入 去分享我所感兴趣的一切内容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鞋子、配饰以及一些生活穿搭小技巧 第一章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近期再穿的两双鞋子 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一双球鞋以及一双皮鞋 第一双是New Balance的M1000SL 这双鞋第一眼看过去 跟我们熟悉的NB并不相似 它诞生于1999年 所以在设计上面充满了千禧年的未来科技感 但这双鞋当时并没有引起太高的热度 直到今年才有Teddy Santis 从New Balance的档案库里面 重新挖掘并且复刻 首发是Joe Fresh Goods的联名 但我个人是会更喜欢这双鞋的配色 银灰色的New Balance 对我来说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像我常穿的1700以及TNT联名的1900R 都是这个配色 材质上这双鞋是大面积使用了Y2K感十足的银色金属材质 并以流线型的材片呈现 除此之外 这双鞋最有特色的地方就在于它鞋带处的这个环带设计 并且在后跟处是加了一个独立的后跟垫 上脚后整双鞋的包裹感会更好 而且鞋舌也不会说滑来滑去 而侧面的NZ Logo也是使用了不同于常见的刺绣 或者3M的橡胶TPU材质 并且和中底一样都做了氧化发黄的处理 至于这双鞋的中底也会在设计上更为张扬一些 作为一双注重稳定性的跑鞋 M1000采用了前后脚掌分离的设计 而且鞋底的形状和纹路也会更为突出 并且在足中部还设置了一个轻量级的支持系统 来保证足弓稳定性 同时前后脚掌都带有absorb缓震 日常穿着也非常的舒适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名字叫1000 但实际上这双鞋并不属于New Balance的纤细 不同于1300或者1500的优雅感 这双鞋更多是一种街头和年轻感 所以在穿搭上 我觉得这双鞋一方面可以搭配那种00年代风格的 宽松水起牛仔裤 来打造一种复古街头感 也可以搭配一些现代功能性的服装 呈现一种城市机能的风格 第二双鞋则是上期视频小小露出过的Sanders 2246B 它是我的婚鞋 其实一开始我是想借结婚的机会 直接去买一双Elden的990 但是考虑到我是连仪式都没有的极简婚礼 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这双更为便宜的Sanders Sanders是一个成立于1873年的英国制鞋品牌 不过我这一双是他们的Military Collection 军事线其实是一个日本专供支线 不过同样也是英产的 它其实是一双军官靴 不过平头的设计加上保底 我觉得搭配正装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整体鞋身是比较偏修长的 材质是开边珠牛皮 其实这种开边珠在皮革里面的质感算是比较偏低端的 但它也有它的好处 一个就是光泽度非常好 另外就是打理起来非常方便 拿这个抹布稍微拆一擦就好了 也不用什么打油啊护理之类的 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小细节 在这双鞋的后跟处 有一个伊丽莎白女王的皇冠鸭印 这个其实就是皇室认证的标志 我们在一些英国品牌 比如说Barber的这个衣服领标上面 也能看到同样的标志 这鞋底 它用的是非常经典的固特艺缝制的工艺 然后用的是这个Commando的奶头底 看起来有点像钉鞋 但实际脚感还是非常舒服的 尤其是前脚掌 非常的贴合脚底 反而是它这个鞋面 我觉得走久了会有点压脚面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这双鞋默认的黑鞋带 就会显得整双鞋比较正式 但如果换上随鞋附赠的这一副均绿色的鞋带的话 就会显得军事感满满 即使搭配一些日常休闲的风格 也不会说显得太过于正经 至于穿搭上皮鞋会更适合复古的风格 但实际上一些日常休闲的风格 也是能搭皮鞋的 而且会显得多一分精致感 第二章要分享的 我认为是穿搭中最不起眼 但又最能影响整体完整度的配饰 我个人不是那种浑身戴满了什么戒指 项链 手镯 叮咛咣东西的人 我喜欢那种有一点但不多的感觉 首先要分享的是腰带 像春夏天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会把上衣扎进裤腰里面 这时候一条合适的腰带 就可以作为腰间一个小小的点缀 我之前最常用的就是这条优衣裤跟加J的联名 非常基础的金属方扣 三厘米的中等宽度 无论是什么风格的衣服搭它都不会出错 而且虽然都一百多块 但优衣裤的皮带用的都是意大利的 出品的皮革 可以说是非常的良心了 虽然我也没感觉到这个皮质有多好啊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 这个款式是我好几年前买的 优衣裤后来就没有再出了 类似的款式我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Function的这一条 头层梳膏牛皮加40米的宽度会稍微的复古一点点 或者大家也可以直接搜什么金属方扣腰带 就能找到超级多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款式 而第二条则是我近期的最爱 这一条就稍显浮夸一点了 它是一个西部腰带的款式 是我在上海的School Time买的 品牌是Tory Leather 这是一个1976年就已经成立的专注于马业的美国皮革品牌 西部腰带顾名思义 最早就是由西部牛仔所佩戴 而金属的皮带扣则是它的精髓 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 用于彰显牛仔的个性 那我买的这条上面是这种条纹图案 其实已经算是非常的低调了 但我觉得会更加的日常以及耐看 然后西部腰带一般都是偏细的 我这条是2.5厘米的宽度 女生也能用 然后它用的是一个英国的马勒牛皮 很软 无论是光泽度还是质感都非常的好 夏天的话其实穿一件素色T 然后再配条这样的腰带 就已经很有型了 配饰可以给简单的穿搭带来不一样的气质 同样比较遗憾的 Tory Leather这个品牌 国内卖的店家还是比较少的 类似的款式 如果大家有钱的话 可以看一下LeMayer或者Our Lexie 如果预算有限的话 可以直接网上搜西部腰带 就很多类似的款式 我个人这边推荐一个Common Sense 我之前去他们店里面拍探店的时候 有试过同样的款式还不错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一副眼镜 来自两个我经常穿戴的品牌 Look Inside和Usage的联名 那他们这一次联名的包装 可以说是诚意满满 眼镜本体就是戴帽色 而框形则是我日常比较常戴的 这种波士顿梨形框 板材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蛮润的 镜片是淡粉色的染色片 但我个人觉得这个粉色不太适合我 戴上去好像显得有点油腻 所以我后面准备找单阳的朋友 再换成一副有度数的握镜片 但这副眼镜最有意思的地方 在于它还配了一副金属的镜腿 只要按下镜腿上的按钮 然后一拔 一插 就可以完成替换了 金属镜腿在配戴上会更加牢固 也会更加舒适 而且看起来也会更加的复古 但线上买镜框最大的劣势 就在于不能调整 像这副眼镜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非常的夹头 后面我可能还要去店里面 找个人专门帮我调整一下 然后是两个白色的胯包 一大一小 这两个包在我的日常穿搭上 可以说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首先这个小包 是我在家叫德山商店的选货店买的 来自国内的手工品牌 指导和密封的合作款 无论是用料还是做工都非常的好 日本仓服的帆布 金属的钮扣 红线这些细节都做得非常到位 大包来自Sturdy 是日本横滨的一家店铺 这个包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爆童包 它上面的图案也是印了一个爆童送爆 但可惜这个包的面料有点偏软 所以背起来其实不是特别有型 但我真正想分享的并不是这两个包 而是任何一大一小的白色包都可以 比如优衣库的饺子包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这种白色的鞋挂包可以在日常中弥补一些穿搭上的空白 小包可以应用于一些轻薄一点的服装 然后大包就可以多一点厚重感 白色的肩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丰富穿搭的层次感 最后是一个手机壳 那手机作为一个我们日常每天的握在手里的东西 我觉得它也需要一些好看的衣服来装点一下 首先这个爆纹迷彩的图案 上面的颜色调得非常好看 就会比较的有街头潮流感 然后底下还有印花加这种小乱针的细节设计 材质方面它是用了一个500D的烤杜拉面料 耐磨防水防刮而且也非常的防滑 然后手机壳的内部也是内嵌了MagSafe的磁吸功能 拿来无线充电什么的也都比较方便 整体我觉得还是非常帅的 但可惜它只有iPhone 14跟15 Pro的版本 最后一张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 跟穿搭有关的生活小技巧 首先相信很多观众都跟我一样是戴眼镜的 所以这个眼镜难免就会脏兮兮的 这期视频就教大家一个能把眼镜洗得很干净的小技巧 我们只需要一个水龙头以及一瓶洗手液 最好是这种泡沫洗手液 不过不是问题也不大 首先先用水冲洗一下眼镜 然后挤上适量的泡沫 搓一搓均匀的搓一搓 镜片的话我喜欢这样子打圈来搓 然后鼻脱包括镜腿这些跟皮肤接触的地方 也要认真地搓洗一下 因为上面会残留一些细菌 搓完之后才是关键 首先把水开到最大 把上面的泡沫冲掉 接下来更关键的一步 把水开小一点点 然后这个眼镜要垂直于水柱的方向 像这样子来冲洗 洗完之后就可以发现眼镜上面的大水珠 都被水柱给带走了 基本上这样子就可以带了 如果像这样子残留一两滴的话 拿纸巾或者擦镜布稍微吸干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千万不要拿眼镜布在上面抹来抹去 眼镜都是越擦越脏的 其实这样子洗出来的眼镜就很干净了 像我这一副基本上是带了半年了 也没有任何的划痕跟脏幕 然后是我之前做过短视频的内容 可能很多朋友没有看到 很多人应该都跟我一样 因为体重上涨而导致这个裤子的腰围不够用了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只需要用一根一分钱的橡皮筋就可以解决 只要用橡皮筋从这个扭扣孔穿过去打个结 然后再把扭扣扣上就可以获得一个弹性的腰围了 这样子基本上能让腰围大个两到三厘米 如果再大的话我还是建议换一条裤子吧 当然现在市面上还有这种东西叫做腰围改大神器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多了一颗扭扣 看起来会稍微有一点点奇怪 但一般人也看不到这个部分了 然后这个其实也非常便宜 折合下来一个可能也就五到七毛钱 那这个时候可能又有朋友要问了 那如果裤子的腰围大了怎么办呢 你猜腰带是干嘛用的 OK那么以上就是第二期的BubbleEye了 但老实说由于篇幅原因 还有一些我想呈现的内容 没有办法在这期视频做出来 如果大家在穿搭上面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这期视频的评论区留言 下一期的BubbleEye 我们会有一个穿搭Q&A的栏目 还有更多有意思的内容 我还在思索中看怎么样把它加进来 这期视频差不多这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帮我点赞投币同搜藏 三连研波 我是沙拉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给大家看一下幕后 没有一台相机受到了伤害